恭喜杜丰杜之道 你们最好的后卫 最好的风险 最好的中锋 都入选了国家队 一共四个人 上次国家队集训 也是广东队入选的球员最多 这么多球员救了国家队 但成绩只拿了第四名 你说问题出在了谁身上呢 也恭喜周琪 一个月之前还阴山卧床 无法出战辽阅第五场比赛 现在就可以参加南兰的集训了 恢复的真快 而且这一期国家队将会出现新人队长 我估计大概就会在周琪和胡明圈当中选择 恭喜杜丰杜之道和广东队 三连贯的梁队和本次亚军 加一块只有张志玲一个人入选 哦对了 还有我们的冠军翻译 Lucas 回到这份名单挺有意思的 郭导应该毫无悬念的出任主教练 带上了自己在龙师的外教 这次CBA流行的本土教练加外教的模式 龚龙明指导主抓2027世界杯 和2028奥运会的备战工作 说明经过一系列难赖失败之后 不仅是小尔街危机不被更高层信任 就连平时一直作为领队的姚明 也陷入了信任危机 老鱼被重新带队 三重力大 那就练吧 可能就像前一段的手杠 从作风问题开始 祝福郭导 祝福南岚 我们是最早备战2028奥运会的 希望有好的结果 不要重复09年的故事